演播室挑战新模式 幽默嘉宾来助阵 挂原子力显微镜用的弹簧隔阵台 你让腾跃老师再给你重复一遍都很难 外卖小哥发明新型外卖箱 却遭受极端考验 哎呀 我觉得好惨 无地风火了 抱着一块狗 面对挑战 外卖箱表现如何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百变外卖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节目呢 通过与以往不同的方式 为您讲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明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朋友 一位是陈征老师 在我们的各种社交媒体上 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另一位老师的就是沈永鹏 沈老师 我们先连线跟两位老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沈永鹏 就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连线 我现在眼睛不知道该看哪个方向了 同学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北京江大学的物理老师陈征 陈老师好 陈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有没有带饭上班的经历 有过有过 那当然有过 我带盒饭一般就带相对比较干的那种 不会带点汤啊 面条什么的 不带 因为那个东西非常容易撒出来 所以通常来说我都不会 陈老师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 你没事啊 咱们要是带点便当上班 可能就面对一个问题 会洒 陈老师平时点不点外卖 点外卖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我们家曾经有两个月没有开过火 基本上靠外卖活着 最近疫情期间呢 外卖点的不太多了 但是我得经常自己骑着电动车去买饭 那您是如何保证这汤汤水水 当了快递员之后您不撒出来 那就只能挂靶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旦遇到什么饮料啊 带汤的面之类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呢我们刚才问的这一堆问题啊 归结起来就是很简单 现在外卖多了 外卖的时候啊 我们如果看一个商家 他们家好吃不好吃 我们经常会去看评论 评论里面我就发现 有很多呢是集中在什么 挺好的一盆汤 送来全洒了 包装不严实 菜里的汁全洒了 一点胃口都没有 咱们能不能有一个东西 去解决一下 外卖也好 咱们打包盒饭也好 这汤汁 以洒的这个问题呢 咱们有一位外卖小哥非常厉害 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发明 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我叫崔高伟 今年37岁 是一名外卖骑手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啊 经常会遇到傻餐的情况 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是预料不到的 就是包装盒的是不透明的 然后我们看不到他 傻还是没傻 然后送到客户手里 之后他傻了 然后客户就会给一个差评 或者是投诉 我最后发现这个外卖箱 傻餐 是因为外卖箱 它不能够有效的固定餐品 所以我就在想 自己工作的业余时间 能够把这个 做出来一个固定餐品的外卖箱 我之前的工作 然后做过餐业 然后做过服装 就是没有接触过机械方面的 所以这个发明的话 对我来说是有很大挑战的 我感觉我做这件事 能够让骑手在送餐的过程中 多点安心 然后多点轻松 我感觉这就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做的新型外卖箱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一位陈老师 一位老沈 你们在平时 如果是点菜的时候 会不会刻意回避一下 咱们少去点那种 带汤汤水水的 对 肯定是这样 我点的时候肯定会这样 我可能会更多的 倾向于好吃 老沈就是做减法 索性我一开始 我就不去点 存在风险的东西 那陈诚老师我们一听 贪嘴啊 哪怕在这个时候 您肯说 咱赌一把 撒不了 能送到我家 能吃得好的就行 那陈诚老师 您现在有没有特别简易的办法 防止卖卖出现撒漏的现象 咱不许难啊 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我脑子里边迅速出现的 是我们挂原子力显微镜用的弹簧隔震台 你让特别老师再给你重复一遍都很难 是我们挂原子力显微镜用的弹簧隔震台 什么原子简震台 我们的这位快递小哥 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咱们看看人家的简便方法 我发明的外卖箱 有箱体 箱套 伸缩卷带器和挂钩红条 四个部分组成 伸缩卷带器安装在箱体与箱盖的连结的这一侧 另三侧有挂钩红条 伸缩卷带器拉出之后 可以挂到箱体的任何位置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餐品的大小和形状 来固定餐品 可以减少这餐品在箱内的晃动 来减少这个挂餐 新型外卖箱让送餐快了起来 让挂餐无处遁形 您以后点餐是不是更加放心了呢 老沈你也看到了小伙子的发明了 你现在觉得它这个效果可能会好吗 我觉得这个效果肯定会比不固定要好 因为它让我想起的那个 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安全带 就我想它这个送餐过程中 它出现问题可能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一样 一个是撞 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那个安全带 安全带作用就是防止我撞上去 其实他们快递小哥在送餐的过程中 它又要快 但是呢它同时又要避让路上来的一些车 所以它就频繁地会出现一级刹车 食品在快递箱里面撞来撞去 然后最后出问题撒出来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现在去把它给这样固定住 那至少它防止了撞 应该说这是一个质的区别 陈老师看了之后您觉得小哥的这个想法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 本身在骑车过程中车自己的启停 在路面上的颠簸 这个东西完全把它过滤掉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限制那个比如说一个饮料杯的运动空间 咱们大白话讲没有这个优劲 那冲击力就会减弱很多 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它牢牢结结实实地捆那就可以 简单说是这样 你别看这么简单的东西 一般人就是没想到 那小伙子设计出来的这个防仪撒装置 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口号一样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大家好 我是刘盈 现在这个外卖箱我已经收到了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是普通的传统的这种外卖箱 它这个其实就是有几个固定的这种凹槽 然后有一个这个隔板起到一个阻隔和固定的作用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新型外卖箱 这个就是那个伸缩袋 其实确实和我们平时用的那个隔离袋有点像 等于我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三面任意一个点都可以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准备啊 把这个普通的外卖箱和这个新型外卖箱 做一个对比测试 我先连线发明人问问他 到底什么样的餐品是最容易撒的 哎 崔师傅 你好 你好 您好 这个 这个机器 您这个外卖箱收到了 啊 收到了 是吧 对 然后现在我这找了一片 封闭的道路打算测试一下 想问问您平时送外卖比较容易撒的餐品都有哪几种啊 比较容易撒的就像 那个饮料呢 没有密封的那种饮料像奶茶它是热的 像北方那边的话就是像胡辣汤啊 豆腐脑啊 或者是各种粥都会里面撒 然后中午像海山送的汤啊 这些都会容易撒 就是稀的 像酸菜鱼 水煮鱼这一类的 也特别是叠加起来这些小带汤的 行 行 那我就准备点餐品 然后要对比测试一下了啊 你好 你好 行吧 您觉得咱这个行吗 我要是这么测试 我一会准备在这个道路上测试一下各种各样的路况 什么颠簸的呀 绕弯的呀 这种都行吗 我感觉没问题的 是吧 你这个路我选的是挺坎坷的哦 这边有土路 那我一会就准备试试了啊 行 行 行 没问题 好的 行 那您先忙 那先这样 好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看 我这个餐品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三个落在一起这样放 而且每一个都是这种汤汤水水的 然后这是一杯饮料 也是直接放到箱子里面 我们两个箱子里面都放同样的菜品 同样的饮料 看看他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哎呀 这个还真是 不太好摆呢 我觉得这个得挤上点 这样对 让它有一种挤着的作用 这个泡沫还得挤上点 因为它其实它这个传统的就是这个隔板 感觉要是再近一点就更好 但是控制不了 所以只能拿个东西挡上点了 好 试试吧 为了方便区分 我把这个新型外卖箱贴了两道白条 也就是说这边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我们传统的外卖箱 这个两个白条的就是新型外卖箱 咱们先测这个吧 先测传统的 我们现在先测急刹车 这个地方是起点 我要从这儿起步 用最全力去骑快 然后到那边红锥桶的地方 猛的刹车 然后绕回来再起步 到这个地方再刹车 经过两次骑刹车 看看后边箱子里的这个餐品 还能不能保持完好 开始了 走 使劲齐 我再快一点我觉得 回去稍微快一点 好 咱们看看 反正外表看起来还是原样 这个得打开 我觉得得看看里边 因为毕竟有一定的波动 这个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再看看饮料吧 也没有撒漏的痕迹 咱们再试一下那个 虚形妹妹香 虚形妹妹香 走 好 再来啊 好 看看 这个还是原样 咱们打开看看里边吧 这个是汤米较多 而且是在上边的 都没撒 再看看这个饮料 这固定的死死的 就现在我这么拿 根本都拿不出来 这样根本拽不出来 我可能还要解一下这个袋子 完全没有一点洒漏的痕迹 所以接下来 我准备测一下绕桩 就是左摇右摆 我觉得在左摇右摆的过程中 它这像这个落得比较高的 可能就更容易倒 这考验我车记的时候到了 走 我真的 我觉得我这晃得挺厉害 到达终点 来 看看 哦 还可以 立住了 说明这个泡沫起掉 已经作用了 谢谢妹妹香 出发 走 好了 来 看着问题就不大 因为它这个确实 你看 它其实挺有劲的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看 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这个路比较平坦 虽然说我们设计了这样的障碍 但是平坦的路 可能对于它们来说 还是没什么难度 所以我现在想 找一个那种土路 就是坑坑洼洼的 真正的让它颠一颠试试 我觉得这一块就行 这儿包括我 抬这个车过坎 包括那边有土路 然后这边还有石子的路 我整个这样 走一圈再绕回来 然后在这儿要抬两次车 看看它能不能扛得起 他们应该 哎呦呦呦呦 他们应该经常会遇到这种 过不去的路径 就搬一下车的吧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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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知道 是吧 有的时候收到的那个饮料 杯子有一点点脏 这种可能就是在颠簸的路上 留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留下的痕迹 看来这个颠簸的路段还是有效我的 看看菜品 这个看起来其实还好 因为可能它并没有倒 那咱们试试这个新的新型外卖箱 看看它能不能扛住这样的颠簸 出发 来看看 上司日都掉了 这次我们的摄像机直接掉在里头了 快捡出来啊 走 但是餐品从外观看还是完好无所 你看 因为它这确实是很结实 餐品完好 来 看看 看 一点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一大堆东西挤在一起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除非你这个付出很大的空间代价 像古时候用一个一层一层的石盒 给每一个饮料或者每一个餐盒之间 都留下一些空间 然后再把它们固定 这样会好一些 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不小 就有点像以前那个船舱底下 那个隔水舱一样 互相隔离 然后单独有自己的空间 不会互相株连 但是现在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箱子里边 他是没有办法做这种隔离舱的 所以他只能想办法用他的那个安全带的方式 把它给自行隔离 那我们现在也连线一下我们的快递小哥 我们的发明人 咱们听听人家的说法 来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小哥好帅气啊 小伟做这行做多少年了 我做这行做一年多了 才干了一年多呀 三百多天的资深 一年多都很长了 像我们外卖骑手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短期的 本来这是个辛苦的话 一般做一年以上的 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吧 我想问一下 你在有这个工具箱之前 被人投诉过多少次 因为撒东西 经常嘛 反正是有时候也不投 但是如果撒得严重的话 客户就要赔给客户嘛 客户还是吃不爽 这就是造成了一个 其手和顾客之间的矛盾 怎么弄 有时候撒一餐 一天的心情都很不好 被投诉一单 会扣掉你多少钱 有时候我们撒一餐的话 赔给客户啊 都是有几十甚至几百块钱 是这个样子的 在你看来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盒饭里面的 汤啊水啊 奶茶啊 翻倒了撒了呀 像一些没有锋利的饮料 包括很高的那些汤水 你放到餐箱里 根本放不了 你很难固定它 所以它经常的话 就是我们有时候急刹车啊 或者是遇到紧急情况 下雨天的话 突然滑倒 所以撒餐的话 都是一些意外情况 刚才的那段实验 效果还不错 你自己满意吗 我自己是很满意的 不过我看到有两个餐 一杯饮料和几个餐盒的话 他们完全没必要放到一起 因为的话另一边 也有这个伸缩减代器 可以放到 一杯饮料可以放到另一边 就避免了他们之间的项目挤压 我们导演一看 既没有生活经验 也没有快递经验 我们小哥对自己的这个发明 非常非常有信心 我们看好像刚才的难度 还不够高 我们再来看看提高难度之后 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要迎来高难度的挑战了 就是模拟 如果说我的这个外卖车 不小心倒了 那这里边的餐品 是不是就没法保证了 我就想试一下 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外卖箱 里面还是一杯饮料 和一落的带汤的餐品 我有点不敢推 说实话 那我可推了 咱们试试 三 二 一 快 快 快 打开看一下吧 一 二 三 走地 这个 看看 已经七扭八歪了 饮料已经飘起来了 现在卡在了这个边边上 看起来这个倒没洒 洒了一点 这个是新洒的 这个餐品已经歪了 看 歪得很厉害 你看里边怎么样 哇 很顽固啊 我只能说 这个商家包得好结实啊 现在换上了这个新型外卖箱 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我推了 三 二 一 看一看怎么样啊 哎 这个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变动 它提起来了一点 咱们看看里边怎么样啊 好 看一下餐品里边 好像没什么事 看 是吧 看看那杯饮料 这个很重要啊 被死死地卡住 看 这卡出一个窝来 但是一点都没撒 看 丝毫没有流出来的痕迹 看还可以啊 那是不是可以更极端一点 我觉得就是 违反常理的吧 我们就直接让它打滚 为了测试一下 这个新型外卖箱 捆绑餐品的能力 我们找了这样一段台阶 一会儿呢 我就把这个箱子 从上面往下滚 看看 它这个餐品 还能不能固定的完好 来 准备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餐品 换成这种没有汤水的了 避免浪费 来 挤好 还是固定在这个脚上吧 准备了 三二一 走你 哇 整个这次都已经掀开了 这还是没封住 不过还可以啊 看 完全 纹丝不动 它这个特别的紧 这这这确实没想到 它这么翻滚都没事 所以我在想 我要不要试试 直接高空抛出去 试一下吧 好吗 来 一 一 二 走你 哇 直接倒扣 看一眼 可以 真的可以 看 就是没有变化 它这个底下 还是招底的 不是说并没悬空起来 说明刚才倒扣 也没有往上蹿 你看 我现在这么拽 其实都拽不动 真的可以啊 这确实没想到 咱们小哥 你这个测试 完全通过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它那个箱子 从楼梯上滚下去的时候 我就老感觉啊 我想起周云驰 这个片子叫 《无敌风火轮》 《无敌风火轮》 抱着哗一块滚 我觉得好惨 我刚才看了这段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它这个发明 实际上就是 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它还挺感慨的 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 看完刚才这个小片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当这个餐厢 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 外卖小哥会是什么样 外卖小哥很可能做 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这个餐箱 固定 这个事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办法 然后找我们这个小哥 这个方式又实现了 快速固定 就让这个东西 变得实用性 就变得更高了 小远 目前你的这个东西 是只有你用啊 还是你身边的小伙伴 都在用 暂时的话 只有我一个人在用 然后几个 有些同事吧 经常会看到我这个箱子 然后的话 会问我 这个箱子在哪买 然后多少钱呢 这个样子 你看人家快递小哥 当得多好啊 既送了快递 同时又搞出来了发明 这生活当中的意外之喜啊 所以生活里面 永远不缺乏动脑筋的人 只要有了这些动脑筋的人 我们的生活才会 变得更加简单 变得更加有意思 好 感谢老沈 感谢陈老师 感谢小伟 我们下期再见 July 让我们下期再见